聊數碼新聞動態談行業內褲 早到我今天換到這期的見證 說我們看上周哪些好玩的事吧 上周最大的事情 就是周六的時候爆出來的EVG 北美的老牌的顯卡廠家 他不做不跟NV搞了不動顯卡了 這個事情倒是應該很多營銷號都已經 周末的時候已經說了這個事情 但是營銷號必須營銷號嘛 我覺得還是需要我來去針對這個說一說嘛 這個事情主要是兩個油管的博主 一個是Gamers Nexus 還有一個是這個什麼這位博主 這兩個博主他們應該是之前EVG他搞了一個地門會議 就請那些博主過來向他們講這件事情 然後呢 反正這兩個博主 我不知道EVG到底請了多少個博主 可能有些博主可能怕去得罪NV什麼的 反正知道這兩個博主 他們把這件事情開會這個閉門會議的東西把它說了出來 因為據說他這個開這個會的時候 他們不允許錄像錄音 就是他們應該是寄了文字稿 然後把它說了出來 大概就是EVG不跟NV搞了不生產NV的顯卡了 馬上要出的就是明天 比如說明天NV要搞發布會 不出意外的話應該就是4090顯卡 EVG40這些卡不搞了 就把手頭的30系庫存賣完拉倒了 不會再上新卡了 然後呢以前買的卡售後還繼續管 那至於AMD的卡 英特爾的卡 EVG也不搞了 就徹底的跟顯卡市場拜拜了 就是還剩下點什麼電源主板什麼之類的東西搞 其實這個東西啊不是突然決定的 其實據這個老哥說 今年4月份的時候就有了 就已經決定這樣搞了 但是當時可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其實這個就不難理解 他其實之前可以看到一個信息 就之前突然比亞迪的內部的員工發了一個文件 說低價出售 因為他們代工的EVGA的全新卡 就是EVGA的卡是別 有一部分卡是比亞迪代工的 這卡生產完了 EVGA不要了 就他們比亞迪就那自己便宜便宜賣嘛 沒有售後 但卡是全新的 當時很多人就奇怪 哎這好好的怎麼就就不要了呢 發生了什麼事呢 哎其實在聯想到這件事情 你就不能不免 把這世界就串起來了 哦原來是 EVGA不准沒生產顯卡了 可能那個時候就感覺趨勢不對 就及時止損了 所以EVGA有78%的營收 是來自顯卡的 2%是電源之類的什麼東西的 但是電源的利潤 是顯卡的3倍 就是顯卡大但不掙錢 電源小 哎反而掙錢啊賣個電源比賣個顯卡 可能還要更掙錢 那為什麼這個EVGA老牌老牌子呢 雖然在國內可能大家接觸的不多 我在北美歐洲都是響噹噹的牌子 其實說白了 也就是不賺錢了 這個生意做不下去了 根據EVGA說法 讓3080到3090Ti這種卡 現在基本上每賣一張就要虧幾百美元 截了一個北美那邊的價格 現在公版的3090Ti賣1099美元 EVGA的FT3W掛價是1399美元 那你沒法賣呀 那你怎麼能賣的比公版還貴呢 所以要賣的話 他只能至少要降300美金 不能說虧多少錢 就是說至少要少賺300美金 所以他受不了了呀 受不了了呀 按照我們可能大部分人理解 這NV他把顯卡價格調下來了 你EVGA這位顯卡生產廠家 你不應該提前知道嗎 提前有個規劃嗎 怎麼怎麼的調整你的生產計劃 跟你的東西嗎 怎麼會你看到NV 他把他公版調價了 你再去跟著調你顯卡收價 這簡直聽起來不可思議 但這個事情就確實發生了 EVGA說很多東西 就是你在顯卡發布會之前 他都不知道這個顯卡賣多少錢 甚至很多評測者都比顯卡廠家 先拿到顯卡驅動 就是廠家在那邊 都已經生產了好多好多卡了 都準備賣了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這卡多少錢 還要等NV那邊發布會看 哦多少錢 他才知道之前我生產多少卡有多少錢 哇那這個這個現在聽起來就是非常的荒謬啊 你能賺多少錢賣多少錢 你生產的時候你不知道啊 你得等發布會以後才那個 這個風險不就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 EVGA嘛反正整個公司 據說是大概280個人左右 聽說是台灣那邊 那已經進行人員優化了吧 估計大概說是有20個人已經就不幹了 比如說有個那個Kingping 大家很熟悉的那個搞極限超頻的 每次看3DMark榜單 如果你要截圖的時候 你要注意那個旗子啊 在中國大陸的平台你不能放進去 放進去的話你視頻就不過省了 他是在台灣那邊搞的這個工作室 那以後可能也沒他什麼事了呀 那那因為這些顯卡都不生產了 還需要你整天去3DMark跑分嗎 什麼圖綁嗎 沒有必要了呀 那Kingping以後怎麼說 反正現在還沒個說法 就說你自己去問Kingping去吧 應該是EVGA估計算應該是不幹了 那這個事啊 那當時呢Gamers Nessus 他特地這段還是用了中文 他說他怕表達錯 所以他用中文去問的那個EVGA的CEO CEO看的名字應該是一個華裔嘛 會講中文的 你會不會退休 會不會退休 不退休不退休 你會不會賣你的公司 不賣不賣公司 這個東西就就那個了 因為EVGA他這個說明裡面啊 其實他還留了一句話 那如果還是現在的CEO的話 那我們就不會搞這個顯卡 那我就想那如果換了個CEO 或CEO退休了 那是不是就那個呢 那至少 目前傳達給我們信息 CEO目前不會退休啊 也不會賣公司 但是他這個聲明裡面加的那句話啊 還是會給人聯想空間啊 那現在說不退休 萬一明年就想退休了呢 這個都不好說 因為這個東西也不用負什麼法律責任啊 但是還是能在評論區裡面 就有管這兩次微評論區裡面看到的 EVGA在用戶心中的形象還是挺好的 就比如說EVGA在礦潮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顯卡都很貴啊 你就算你便宜買走了 也很多人就是加價掛出去轉賣嘛 但是他還是給消費者一個就是排隊的系統 反正你就去排隊嘛 你慢慢排給你點機會 就要以合理的價格去買到顯卡 而且他不用去 像什麼華碩之類的廠家啊 跟你去搞全家頭啊 你這是要提顯卡是吧 哎那些東西 其實不僅華碩好多廠家 甚至你都不知道 更生啊 直接就什麼機箱電源都都整出來了啊 你提顯卡的機箱電源 影池還有什麼內存什麼東西啊 反正就一起就 就搞起來了啊 所以你看到那段時間很多顯卡廠家就莫名其妙的 怎麼發展了很多的周邊業務啊 出現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全家桶 非常無益 我記得那個時候好多那些什麼 爛七八糟的什麼機箱電源顯示器 就是來他家甩賣 因為顯卡掙到錢了 這種天頭啊 那就是趕緊甩出去 至少當時EVGA沒有這樣搞 反正我 反正我給我感覺啊 不僅是北美歐洲 甚至台灣地區啊 EVGA的口碑都很好啊 我經常看到油管底下有台灣的觀眾留言啊 他在EVGA那邊買到了上面比較便宜的卡 所以非常的喜歡EVGA 甚至比如說在21年的5月7日 Linux他發過一個視頻 I'm selling GPUs below MSRP 就是什麼 就是我在以他NV的官方價格 在賣一些顯卡 其實這個視頻 那個顯卡裡面你看 其實就EVGA搞的 大概就是你要跟Linux去打遊戲 打贏了Linux來鑑定 他覺得你是一個真的玩的買卡就打遊戲的 他就以當時那個官方價格賣給你 其實這個整個就是全是EVGA的卡 所以這個設定 不管是EVGA出於營銷需要還是什麼 確實還是挺不過好感的 那個評論底下很多那些老外 都在那邊替EVGA說好話 不過呢 反正這個給下來說下來這麼多 就可以改的就是什麼 我EVGA剩下顯卡的 現在這個顯卡不掙錢了 然後呢NV那邊也對我們不是很友好 這個價格呢 我們都搞不清楚 他說多少錢就多少錢 甚至他還讓我們強行虧錢 他就覺得以後這生意 這顯卡生意沒法做了 賣一張虧一張 我還搞他個蛋呢 那我不賣了 這是虧錢的生意 我做個頭呢 所以就不做了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說白了還是就不掙錢了 其實啊 這個GAMANDASER視頻裡面 還放了一個 就是一位不透露 不願透露姓名的一位NV員工 他說了一段話 就是NV那邊還是覺得 那這些顯卡廠家賺錢太容易了 他們都沒有做什麼東西 就跟著我們NV後面混混 那他們都能賺這麼多錢 還拿NV跟蘋果筆啊 蘋果對這個 供應鏈的控制非常那個 那NV對他們的控制 就沒有蘋果那麼那樣 怎麼怎麼的 說實話真的 我很多人總覺得 生產顯卡是一個很難的過程 你想多了 就他生產這個GPU 就因為大家設計這個GPU 還挺難 這個芯片搞出來挺難的 但是你把這個GPU芯片 把它弄成一張顯卡 其實並不難 就是一個PCB組裝吧 不是特別難的 而且現在可以說 基本上NV出展的時候 把這個芯片的潛力 基本都挖去它差不多了 嗯就是講的不好聽點 就是你搞一個 旗艦卡跟蓋卡 其實性能上沒有太大區別 可能很多上的區別就是 散熱器的區別吧 所以說可能 就是NV的覺得對吧 你有啥難的呢 都是我這GPU牛逼 一個PCB組裝廠 那跟著後面賺錢 還在那邊挑戰-4的 NV的當然可能也有意見 說實話 在這些ANC廠家 在礦潮的時候 而且賺錢真的太容易 那價格隨便加 但是我說實話 在那種市場下 我們就再從上一角度大量來說 你顯卡傻子才賣那麼便宜呢 3080 那時候就很長一段時間內 一張3080挖礦一天能征50塊錢 這一張3080一天50塊錢 什麼概念啊 真的就講 講句不好聽的 就是如果說很多在那邊天天罵那些什麼 顯卡貴的 在那邊說什麼啊 顯卡買不到的人 他要知道一張3080一天能征50塊錢 他你要真給他機會 54就就買到3080了 哎很多人就是肯定轉手就 就賣掉了一天征50塊錢 哇什麼概念啊 如果說真的 3080賣5499 你一天能征50塊錢 你三個多月你本就回來了 我的天這 這什麼生意啊 能三個多月回本 太可怕了 那所以他價格就炒高了 就算那時候3080炒到了一萬塊錢 也就半年200天半年回本啊 這這太誇張了 所以說在那種情況下 你想維持市面上這顯卡都便宜賣不可能的 你就算便宜賣 早有那些人對吧 便宜賣了他高價賣出去 因為太賺錢了 甚至乾脆很多人就算他便宜買到了 就算他舍不得賣 他一看這麼賺錢 哎呀 這挖大什麼遊戲啊 拿顯卡去挖礦去吧 這在打遊戲太費錢了 這還是挖礦掙錢 這一邊打 每天我就玩個一小時 別人誰都在挖礦 哎幾個月以後 我這顯卡就居然給我挖回來了 太可怕了 當時江泽通勤局他有一個通報 就關於這個挖礦的 可見當時有多瘋狂 裡面有相當多的這個IP地址 是公家的 政府機構其事業單位相關研究所 哇你這 這個就有點興趣惡劣了 你拿著公家的這個顯卡去挖礦 還用著公家的電公家的網 等於你在白嫖公家 這個我們講的嚴重點 這是不是有點挪用這個呢 所以當時這個嚴厲打擊 你這白嫖公家的電球給自己賺錢 這個興趣太惡人了 甚至那時候有不少學校的高校 還有學生說 哇你看我們這個科技組裡面 這個服務器沒有多少顯卡 哎呦我這是要是趁著導師不注意 以做科研的名義去挖挖礦 哇這個每天感覺好多錢啊 不是一頓飯錢了 那好多錢了 結果有的人信中通的想去用用科技組的服務器 發現導師早就已經利用起來了 這也不好說 這導師畢竟導師都搞起來了 這他們學生哪輪到他們學生呢 就是當時誇張到這個地步 甚至我看到有一個報導 當時在21年11月的時候 全網呢 這個就ETH的全網算力 大概是已經超過了800TH 就是ETH大概是1000個GH等於1000x1000個MH 3080的一張卡的這個算力啊 就是100MH 你大概換算一張的話 那這麼多的算力 如果全是3080的話 那就要800萬張 哇這個很可怕呀 反正當時有這麼多卡 那如果這些卡 9月15號左右的時候 那ETH是挖不了了 很多人去挖那些山寨幣 但是山寨幣那些價格 一個是價格不穩 12號的話 一這麼大的算力湧上去 一下子那些山寨幣的收益暴跌 真都跑不贏電費 所以肯定有相當多的卡 這至少是百萬級別的這個卡 要湧入市場 哎那你這個時候 那這些顯卡廠家就 肯定就不好過了呀 那你如果不 你相當於你要拿新卡的價格 跟這些礦卡價格去比 那對吧 如果新卡價格這個新卡跟礦卡價格 差距實在是太大的話 那大家都不願意去買新卡 那你只能虧錢去賣呀 我個人猜測啊 你像像華碩這些廠家啊 在礦潮的時候肯定是撈了一筆的 撈了不少錢的 那時候賣的價格都貴啊 肯定是撈了不少錢的 雖然說現在要虧錢 但是以前也掙錢 也有掙錢的時候 對吧 當時他們在掙這個錢的時候 一張3080賣到一萬多的時候 就應該想到哪天礦那了 3080可能 兩千塊錢 是有可能的 對吧 你當時賺這個錢的時候就想到日後 那我再賣3080之後肯定就要虧錢 因為這可能是對吧 我只能猜測可能啊 是不是當時這個價格原價卡賣的多了 或者說沒有 非常熱心的去做礦這個生意 還是比較想著我怎麼去便宜價格賣給玩家 所以導致那個時候沒有像別的這些廠家很撈一筆 現在撈到他們虧錢了 因為這些殺了算不划算 對吧 我當時礦潮的時候沒撈到多少錢 現在還要喊我虧錢 哇這個算了不做了不做了 這生意沒法做了 而且講實話這麼大的這個需求量 這這麼大的礦卡出來 這個清完要需要多久你就不好說 你這影響那麼長時間 可能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內 這個顯卡的效能都很低迷 然後呢你比如要搞407顯卡 那NV會不會借了這搞407顯卡 再給你壓一點 加個比較高的307庫存 這個東西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我覺得就把這個意味界就覺得這生意 就就不看好顯卡生意了 不願意虧錢了 就就不幹了 那可能別的顯卡廠家 可能那個時候不僅是顯卡 高價能夠掙到錢了 那個時候還硬塞點什麼機箱電源 散熱器 顯示器 巴拉巴拉 跟著全球壓筒一塞 大家都掙到錢了 所以就 虧點就虧點吧 還能虧得起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事情嘛 我又想到了什麼 今年是2022年 我就想到了2020年的12月 當時那個Ludar那個事件 這什麼事件呢 就上面寫的 那當時NV 那這件衣服上寫的很酷 在 跑跑店鋪 炒完國度數碼裡面 你就可以買到這件很酷的T恤 當時NV搞個什麼會 在那邊胡說八道各種瞎吹 我就很生氣 他那邊說什麼公版3080 怎麼能輔助機箱散熱什麼的 他前面瞎吹什麼RTX之類的 拿一些國產的破爛廠家的那些破爛演示 在那邊拿遊戲演示CG畫面 在那邊說是實際畫面 那這種車站我們就算了 就是經常幹 很多公司都這樣 他就說3080公版散熱好 然後就很神奇 因為當時咱是真的用過3080 當時一摸很燙 哇一摸上去 就是就是因為我們的開放平台嘛 有天測遊戲的時候就手閒的慌 去撫摸了一下這個3080 想感受一下溫度 哇結果就不是感受溫度 是差點讓我給燙上了 然後我就好奇我拿溫槍一打 哎呀我的天這外面都100度了 所以我看到他在那邊 那個NV的一個產品名叫Luda 在那邊說什麼 購買3080能輔助機箱別的配電散熱 我就神奇都100度了 100度了 你知道嗎 你的顯卡都100度了 那你就不要寫 100度啊 怎麼怎麼的 然後就經典畫面什麼 要不要我給你Jason黃的郵箱 你把你的情緒寫給他 你不會因為沒關係 你寫英文我來翻譯 怎麼Linus不說100度就你說100度 反正當時 非常的傲慢 就是非常狂啊 我一會兒給你Jason黃的郵件 一般你的情緒寫給他 你不會寫英文沒事 我幫你寫 你寫作文我給你翻譯給你我發給他 完了以後 事後完了以後不是有個會有的大家一起吃飯飯局嗎 我還是本的對吧 雖然你下午的時候開會我怼了你 但是這晚上吃飯 咱還是表示下友好 我拿個酒 我們一起去 你說你產品經理出來這樣的 我相信你不太可能說是一點酒量沒有 我拿酒過去 我一口悶你隨意 不行不行 不能喝酒的 不行不行的 一點就沒有他那個 要不要我給你Jason黃的郵箱 玩那個時候那副的東西 覺得這人這麼有點有點玩不起 這酒桌上這點東西 你是不是在中國混啊 很那個 然後呢我們跟他們說這個那這個 你30C賣這麼貴 我們有意見 他們還不屑一戶 哎呦這個30C什麼 你現在覺得價格貴 我們第5499 那肯定又賣5499的時候 甚至會賣的比5499便宜 到時候 你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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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化石這麼說 但是你說一個20年發布的東西 你到了2022年 兩年了 才說是到這個 對吧 新卡價格 才到它的發售價格 我說多少點5億元 那你當時 訂的這個價格 它有多大的參考意義呢 對吧 這是發出來 就是你這個顯卡從 一發布 就沒有過這個正常的價格 兩年以後你的參考價格才有效 那你這個參考價格 你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就覺得非常無語 你真的 你3080 如果當時你直接 我訂一個 預售價格 7999 8999 那我們也不會說什麼 關鍵為什麼當時這麼多人 對3080那麼的期待 因為當時聽 哇 5499 3080 哇 比2080太強多了 我肯定要買啊 那結果 你這麼買的時候發現啊 哇 根本5歲就買不到啊 所以我覺得當時這個 原來這種欺騙 是罪人非常的不爽 哇 當然這種 當然當時這個100度世界以後 完了以後呢 英偉大中國他們通過各種途徑 就是做了一些很噁心的操作嘛 他們要求很多的廠家 就不允許跟我合作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生產顯卡其實並不是特別賺錢 但是英偉大搞這個GPU芯片是很賺錢的 所以其實這種電腦產業啊 他的利潤的大頭是在上流的芯片廠家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那些筆記本啊 還有一些台式機的那些市場費啊 市場推廣的東西 其實很多的市場費 不是筆記本廠家和顯卡廠家的 都是上流芯片廠家的 都是跟著英特爾 NNNV這三家給了市場費 所以說他們這些廠家報上去項目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項目主要是英偉大批的錢 那你報上去的時候英偉大一定要過 英偉大同意 你廠家同意找誰做不行 必須還要英偉大同意才行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廠家這把我報上去了 英偉大那邊 一看 狂見 你在那搞東西 幹死 不允許 不允許 這種 撥腹刁民 這種 敢說我們英偉大不好的人 搞死他 所以因為這個事情損失了不少的合作 但是 你要說我後悔嗎 我也不後悔 因為我覺得不缺那些能拿到英偉大這些市場費的博主 那之前什麼青花學姐也能拿著英偉大錢來胡說八道 這樣的人那邊遍地都是英偉大錢總是能花光 但是確實有比較少的人能發現這些顯卡的問題並且指出來 當時我剛說這個100度問題的時候 很多人不屑一顧 微博上很多人對我冷嘲熱諷的 但是沒過多久就大家都知道了 Linux也就說了 哇 指甲6X這個100度真的很誇張 我覺得這個提出問題的 讓大家關注到這個問題的這個結合 比你去賺了英偉大多少錢 我覺得作為一個博主來說是更有價值 另外其實你還能看到一個東西是什麼 英偉大全球副總裁 中國區的總理理 張詹姆斯 張建忠 他正好就在三菱系發布的那個時間點 他離開了英偉大 創辦了摩爾縣城 正常來說 你就是覺得匪夷所思 為什麼這樣一個大公司的中國區的這個負責人 在重磅新品要發布的時候離職了 當然有很多的小道消息說公司內部怎麼怎麼的 我們這個就不去多說了 萬一說錯了 英偉大給我寄律師還是什麼的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他這個 時間點跟那個事情 是不是能說明英偉大內部發生了些什麼東西 其實 之前還有一個事情也是好多人去問的 大家好多人被都被銀行號給帶偏了 有些銀行號真的瞎說 是英偉大被美國政府要求 像中國限制銷售 A100和H100 這兩卡其實主要是做深度學習啊 人工智能這塊的 跟你玩遊戲的3080 3090 沒關係 都是很多那些互聯網公司採購的 比如說他們那些做汽車的自動駕駛 就需要用到這兩個線卡 對那些公司很難受 但是對你打遊戲沒有影響的 當時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也說我高中應該是搭20多屆的學長 對此的回應是 美方的做法是典型的科技霸權主義 美方一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 濫用國家力量 企圖利用自身科技優勢 遏制打壓心理市場和泛重國家 發展此舉 違反市場經濟秩序 破壞國際經貿秩序 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中方對此僅僅判斷 說白了英偉達呢 他必須是一家美國企業 他的一些大勢大費問題上 那肯定要跟美國政府保持一致 他是不可能真的問你中國好的 所以說有些人就不要替子 真的想著替英偉達說話了 人家再怎麼是美國公司 人家是幫到美國的 不過最後他就總結一下 不管怎麼說呢 我覺得英偉達還是一家偉大的科技公司 不僅是在遊戲檢查方面 還有在很多AI的領域 為全人類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是 英偉達的 特別是某些中國區市場部的工作人員 真的是身為中國人 啊 幹的事比美國人還缺責 所以前幾年的時候 NV他會搞什麼N飯聚會 大家都很熱情 每年參與隊的時候 從全國各地飛過來 在上海大家一起聚過去 現在這幾年英偉達的這個 頭被弄倒 我估計就很難再高下這種活動 他搞一個 在B站搞一個號 做宣傳 都得開精選留言 你不開精選留言這個評論就炸掉了 一個大公司這樣搞 然後現在就被EVGA EVGA選這個10點點 就在你40系發布會之前 搞這麼一出 哎就是 可見啊 EV 英偉達內部現在問題多多 不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可能這個對中國的消費者影響不大 因為EVGA畢竟他的 他在大陸幾乎沒怎麼賣的 他主要是在北美啊 歐洲啊 這些是啥 但是 我覺得無論如何吧 少了一個廠家 對玩家都是一個 損失吧 那今天節目到這裡 不知道你如何看待EVGA退出顯卡市場這個事呢 你有什麼看法 歡迎留言帶我們給我們交流 如果觀眾朋友別忘了點個喜歡和點贊 因為我們是全地youtube 你連動分成這樣 如果下載更多的電腦之外 跟我們微信公眾號 潮安哥下載O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來上桃圾店鋪 傳國多數碼 或者桃圾網民潮玩客 先潮玩客 我們見跟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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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